北京时间2018年7月27日,澳大利亚公开赛政赛第二日,在本日里,女双,男单和女单三个项目,众多国拼选手经历了多轮较量,男子,取心状态会有,与紫阳在创神话由于赛程安排的关系。 取心作为重资选手的公开赛首秀姗姗恩池,但在今日与日平选手流言大梦的较量当中,取心在场上的慢热状态,让关心她的球迷比较担心。 好在取心在场上及时调整了状态,以4比2胜出,随后在下午对阵上甜人的比赛当中,取心开场就以2比0的大比分领先。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酣畅云里的比赛时,上甜人难缠的球风却连帮两局,好在取心坚入佳境,逐渐把握了场上的形势。 最终以4比2胜利晶级,此次男单赛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刀输小将于赛阳。 他在今日和日平主力选手积村真情的比赛当中,充分发挥了自己快速主动的特点。 虽然集村真情蛮强的防守和中院抬相持能力,给于赛阳带来了不小的压力,但小将最终还是以4比2涉险过关。 于赛阳此次比赛签越不佳,一路就是抢手,但连扩树冠,小将几经证明了自己的黑马本色。 除了以上两人之外,周宇、刘丁硕,也都分别单身自己的对手,晋级男单下一轮,女子,和卓家两身国拼竞敌。 丁宁刘诗文实力取胜女杂方面,今月的焦点人物,是国拼小将和卓家。 他先是在上午的比赛当中,以4比0的成绩大升新加坡,老将冯贤威,随后又在与日平主力一腾美成的较量当中, 以自身长交打法的旋转变化,限制了一腾美成的战术发挥。 虽然一腾美成在后几局当中,展开了疯狂的反扑,但和卓家关键时刻还是稳住心态。 以4比0的战绩,将一腾美成拦在了晋级之路之外,小将一天两战的表现可圈可点,也更让人期待他明月的发挥。 女平队长丁宁在今月里,以4比0的成绩,大胜韩国一姐徐校园。 虽然比分看似轻松,但徐校园还是利用顽强的防守,给丁宁制造了不小的困难。 在第四局中,丁宁未扑就回球不慎摔倒在地,但他不顾疼痛,坚持完成了比赛,锁定胜局。 另一位国平主力选手刘诗文,今月的对手,也是自己的队友顾玉婷,两人彼此熟悉。 场面极为胶着,最终,刘诗文还是凭借着夫妇的比赛经验,以4比2战胜的友,挺进下一轮。 和男单、女单赛场全线告捷不同,国平女双赛场今日遭遇失利。 顾玉婷李嘉义,两人在对阵韩国组合田智希良下营时,以1比3不敌对手,惨遭淘汰,国平也失去了次次傲攻在竞争女双冠军的资格。 负27日比赛在国,女双4分之1决赛,顾玉婷李嘉义,田智希良下营KL1比30.12分,11比9。 3.11分,5.11分,男单第一轮,许心有言大梦JPN4比2,11比8,10.12分,11比8,9.11分,11比7,11比16,女单第二轮,和卓家冯建VSGP4比0,11比7,11比6,11比7,13.11分,丁宁学校园KL2,4比0,11比3,11比8,11比7,12分。 10分,刘诗文顾玉婷4,2,11比9,11比5,11比7,12点14分,9点11分,11比3,11比3,11比3,11比7,12点14分,11比5,刘丁树林云如TP4比2,8点11分,9点11分,11比8,11比9,11比8,11比8,11比6。 10分,刘试金上天人JPN4比2,7点11分,11比8,11比3,7点11分,11比8,11比1,与此阳极春真情JPN4比2,11比8,9点11分,11,6,5点11分,11比7,11比7, 女单4分之1决战,和卓洁伊藤美城JPN4比2,11比7,11比6,11比3,6点11分,10点12分,12点10分。